明鳳 明鳳 因為蘇貞昌院長他有 去跟保安公說 說他不會選第三次 在新北市 那我看今天報紙就說 好啊 那我看他怎麼圓啊 你覺得他應該怎麼圓 他會怎麼圓 我沒有選第三次啊 兩次都是縣長 我這次第一次選市長 那就解套了嘛 市委 對啊 台北線跟新北市啊 這有啊 網友 副手都拿得太好啊 對啊 所以說那只要蘇貞昌前院長 他去跟這個保安公說 以前是算台北館就對了 沒有 他應該做的是台北館 對啊 台北館之後新家會新百市 所以說這個部分 他去跟神明講一下就OK了啦 就沒有什麼啦 而且那些花媽見他的時候 就有幫他講了 他花媽也是講自己的例子 所以他本來就是要這個去 去這個退休了嘛 後來因為黨有需要 所以他才又出來的啊 對 那其實花媽在處理這些性營事上面 因為他其實花媽出獄之後啊 到從政之前啊 他很少很長的時間都在出 都在從事那種人權工作 他救了很多政治犯 對 那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當記者啊 就是剛剛出來 我八歲又開始當記者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 因為還有一些 拜託的啦 人也要覺得你的可信度怎麼樣 小學也有報紙啦 小學或日報也有記者 小小記者啦 小小記者 那時候還有幾個沒出來嘛 譬如說施明德 施明德 奧哥麗絕食 在那個三種那裡 那時候當記者就是 就很想去 去採訪裡面的人嘛 很多人當記者就是很想要去刺激 採訪那個 大家採訪不到的啦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 拜託花媽 因為花媽常常就開記者會說 他們要救什麼政治人物 然後施明德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 就拜託花媽說 拜託我們當你下助理好不好 然後花媽就說好 那好的時候我們就 偷偷就進去了那個三種那裡 然後跟施明德就 施明德看到我們 他第一次看到我們 然後他也清理有數 這個可能是什麼 什麼人這樣 然後就偷偷沒有講話 然後就開始講一些故事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出來 然後就寫成報導 所以那時候花媽是我們掩護者 她對那些 她這些東西非常的那個 所以你現在她出來 你說你說蘇貞昌也好 或是未來啦 即使有機會是跟呂秀人互動 我想她也是黨內滿有辦法的人 因為她那個頭髮 這是呂秀人找她一起燙的 真的嗎 對 你可以看到那個18歲的照片的時候 她不是留一個指髮跟蘑菇頭嗎 對 那後來你看花媽自己也不是燙成那個 人以前的花媽也是留長髮 對 然後直髮這樣子 黑長直 對 那後來就變成燙頭髮 那是因為呂秀人一直叫她去 跟她一起去燙頭髮 燙完之後 花媽的造型就從此定型了 對 花媽其實滿好拗的 現在她那個花媽就是她的那些幕僚 去拗她的時候有個卡通人物跟你很像 你要不要cosplay一下 對 角色扮演一下 但是她後來幕僚說你只要準備圍裙 還有那個鍋鏟 一隻拿著手上就好了 不用化妝什麼都不用 對 結果出來就奠定她花媽嘛 對 就那個角色就是叫花媽 不過我覺得她這個頭髮型真的是有 招牌 招牌的特色 很有特色 就像電火球 被形容電火球這樣 就蘇生昌頂去 然後一講到花媽就是這個頭 補問我媽妳也要她 但是國民黨有一個人叫她橘媽 然後我就覺得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要把博恩的網上紅色領帶的 變台灣川普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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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招牌也要設置一下 啊兩年白就好了 哈哈 那就花媽她那個 她那種喔 你真的不是好比 花媽是能放能收啦 其實我覺得我對花媽印象最深刻 是在她的群眾場 她只要群眾場出來 只要那種很感性的訴求 她那種很獨特的語調 馬上這個全場都立刻 立刻被她收服啦 齁 那個真的是 非常有感染力 對 那個感染力很強 我要去中山足球場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你這是蘇生昌啊 沒有 你再加一塊 你寫 你寫一下看 我們現在人已經到中山 已經到民族同路摸摸了 對啦 嗯嗯嗯 欸 恩 calories 哈哈哈 你 GS artwork 沒有 我們現在的攝影 現在的肯定 Cameron 收點傾ero 沒有啦 沒有啦 fare 你是怎樣都站在橋去 一下 sunrise 你有講阿 下禮拜就會講了 你有去八山嗎 我沒有 好家債 你沒去 好家債 你沒去 你這樣有跟郵院長吃飯嗎 其實 如果說到這樣 有啦 他有去啦 還要煮在旁邊 十分有啦 十分一定有啦 二十一位嘛 因為 人人情義力也就要顧了啦 政治雖然要顧 但是人情義力也要顧嘛 說你知道啦 我就說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反正決定誰我們就全力立體